文章来源 莫上美国 正如许多新闻报道所说 我今晚将在旧金山的家中为唐大德 J.川普总统举办一场筹款活动 在过去的几年里 我为总统候选人罗恩 德桑蒂斯 维维克 拉玛斯瓦米 和小罗伯特 F.肯尼迪 以及两党的一些国会人物举办了活动 我支持很多人 但很少正式表态支持谁 但是今天 我正式表态 支持我们的第45任总统唐纳德 J.川普成为我们的第47任总统 我这样做的理由 基于四个我认为对美国的繁荣 安全和稳定至关重要的问题 在这些问题上 拜登政府已经严重偏离了轨道 而我相信 川普总统可以带领我们回到正轨 1.经济 拜登总统接手时 经济已经从2020年第二季度 因新冠疫情引发的冲击中 强劲复苏 需求已经回升 就业也已恢复 但他选择继续通过不必要的新冠刺激措施来灌水 其中近2万亿美元于2021年3月在党派投票中通过 随后还有数万亿用于基础设施 绿色能源和通胀减少计划 尽管前克林顿财政部长拉里 萨莫斯早期警告 这可能导致通胀 但拜登仍然推进这些措施 当通胀出现时 拜登政府将其斥为暂时的 实际上 即使在记忆中最快的加息周期之后 通胀仍然居高不下 由于拜登的通胀 普通美国人的购买力 在过去几年里大约减少了五分之一 此外 任何需要抵押贷款 汽车贷款 或信用卡债务的美国人 都面临更高的利息成本 这进一步限制了他们的购买力 我们的联邦政府也不例外 现在每年必须拨出超过1万亿美元 用于其34万亿美元债务的利息 而这一庞大金额 每100天就增加1万亿美元 这一轨迹不可持续 但拜登的2025年预算 仍然要求更高的支出 经济增长已经从2023年 最后一个季度的3.4% 放缓至今年第一季度的1.3% 我们不能再承受四年的拜登经济学 二外交政策 乌克兰战争 川普总统离任时 ISIS被击败 亚伯拉罕协议签署 全球没有新的战争爆发 三年半后 世界陷入火海 拜登总统做出了一些 导致这种情况的战略选择 他上任第一年 不必要地疏远了沙特阿拉伯 后来才意识到 他们是中东不可或缺的伙伴 他还主持了混乱的阿富汗撤军 政策正确 但执行糟糕 但他最大的失误 无疑是在乌克兰 他的政府立即开始推动乌克兰加入北约 尽管现有的北约成员国 对此并无一致意见 当这一举动 预见性地激怒了俄罗斯时 拜登政府在每一个转折点都加倍下注 坚称北约的大门是敞开的 并将保持敞开 以对待乌克兰 拜登自己也在说他不接受任何人的红线时 激怒了俄罗斯 在入侵后 战争初期仍有机会 在造成大量生命和财产损失前 停止战争 俄罗斯和乌克兰谈判代表 在伊斯坦布尔签署了一份草案协议 该协议将使俄罗斯撤退到入侵前的边界 以换取乌克兰的中立 但拜登政府拒绝了这项协议 以及米利将军在2022年11月提出的 寻求外交解决的建议 随着消耗战的持续 乌克兰人面临着不断增加的伤亡和基础设施损失 然而 拜登总统仍然允许冲突升级 并冒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 拜登最初抵制的每一次升级 埃布拉姆斯坦克 F-16战机 ATACMS 允许乌克兰打击俄罗斯目标 他最终都妥协了 只剩下升级 北约军队直接与俄罗斯作战 而我们的欧洲盟友 如埃玛纽埃尔 马克龙 已经迫不及待地 希望看到这一情况 在拜登的领导下 我们的选择 要么是打一场代理战争 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 要么亲自对抗俄罗斯 川普总统表示 他希望停止乌克兰的死亡 并将寻求通过谈判解决战争 乌克兰将无法再获得 在2022年4月时和谈的条件 但我们仍然可以拯救乌克兰 保留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并避免世界大战 三边境 作为一名移民到美国的人 我当然相信美国的历史 通过欢迎爱自由和机会的 其他国家的优秀人才 来加强自身 但这一承诺 需要一个有序的合法移民过程 强调既能和美国公民的原则 这是川普总统的首选政策 拜登引入的 却是事实上的开放边境政策 他上任第一天 就废除川普总统 限制非法移民的行政命令 并停止修建边境墙 将其部分作为费金属出售 这很快导致非法越境人数激增 并在我们南部边境 造成混乱和危险的局面 拜登总统以及无能的卡马拉 哈利斯和恶意的国土安全部长 亚利杭德罗 把约卡斯 对日益增长的担忧的回应 是对美国公众进行洗脑 声称边境没有问题 尽管不断有大量人群 越境的视频出现 当情况变得不可忽视或否认时 拜登声称 他没有行政权力来解决这一问题 并责怪共和党人没有向他提供立法 但本周面对在这一问题上的低迷民调 拜登突然发现他确实有行政权力 他签署的命令是一个温和的亡羊补牢的努力 旨在在选举前减缓非法移民的浪潮 但拜登已经显示他并不严肃对待这一问题 如果他赢得第二个任期 开放边境政策将恢复 数千万非法移民将涌入边境 4.法律战 在美国过去的250年里 我们享有的政治稳定的基础 是我们不接受通过监禁政治对手来赢得选举的企图 然而拜登自上任以来 就推动对他的前任和未来的对手进行选择性和前所未有的起诉 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德仔细研究了一下1月6日的情况 没有看到起诉川普的途径 尽管一个单方面的国会委员会 向他的司法部发送了一份高度偏见的推荐信 之后的新闻报道描述了拜登对加兰德迟疑的沮丧 结果是联邦层面的杰克 史密斯以及州层面的阿尔文 布拉格和法尼 威利斯 所有这些人都基于前所未有的法律理论 旨在对付川普 在纽约的案件中 布拉格将一项已经失效的不计清罪复活为34项重罪 声称这是为了服务于他从未定义的第二项罪行 而法官也从未坚持要求陪审团达成一致意见 我年轻时移民到这个国家是因为我的父母不同意他们祖国的政治制度 那个政府试图通过监禁政治敌人来解决政治分歧 多么可悲的讽刺 如今我们逃离的法律战在美国这片土地上重现了 拜登总统不断坚持认为 川普总统重返白宫 威胁着民主 但他的政府却与科技平台勾结 审查互联网 利用情报界掩盖他的儿子亨特的笔记本电脑 并对他的政治对手进行选择性起诉 结论 A B测试 选民们经历了四年的川普总统和四年的拜登总统 在科技领域我们称之为A B测试 在经济政策 外交政策 边境政策和法律公平方面 川普表现得更好 他是应得第二个任期的总统 更好 一时间过去了